刚才这个固定用砧板 因为重机的砧板 它本身上面有两个孔的 这个孔上面本身有两个塑料的 把这个塑料拿掉 然后直接装在上面就可以了 你看套在上面 对吧 这两个孔正好是刚才对准电眼 对吧 这两个电眼 然后套在上面去 套在上面 以后把这两个螺丝 砧板上两个螺丝锁好 锁紧以后 然后这个道外 这里不是有两个螺丝吗 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前后可以调节的 这里的距离大概是三毫米 因为间隙太小的话 这个可能会弯针 会碰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的间隙是三个毫米 后面这个剪线 这个东西装上去就好了 没有什么的 这是对 普通这样装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这个重机的是不需要打孔的 然后装上去以后 拍一个盖板 把这个盖板盖上去就可以了 对一个盖板 盖板是这样盖上去就可以了 盖上去上面有两个螺丝 两个螺丝孔 把这个两个螺丝锁住 锁住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调电脑 那个前降速 一开始应该打开来的时候是一个后降速 把它调成无效 后降速 后切降速也无效 然后后切降速 后切降速是无效 前切降速也是无效 然后前西风连续也跟它改成无效 这是标准的 然后长西风也是无效 因为长西风的话是做长布料的时候 不需要一直这种西风的 对吧 就把它改成无效 但是是可以调节的 你可以跟它调成有效 或者是无效的 然后这个是中英文 如果你要中文的话 英文都可以在这里调 这里调的 反正左右两个可以调的 下面一个是光电这种灵敏度 灵敏度是这样子的 灵敏度的话 两个数字 A跟B的话 最好是110跟120之间 如果是没有 不是120 130 对吧 可能是现在是200多 200多的话 你就调边上 比如说像这样130多175 对吧 你就调灵敏度下降 左右的灵敏度下降 把它调成两个都接近110跟120 这样之间 对吧 你看1401跟111 对吧 我现在调104跟130 那中间不是相差的很大吗 对不对 然后边上这里有一颗螺丝 有两个螺丝 你看 把这两个螺丝 这个就是电眼 照住刚才这两个电眼的 对吧 你这个前后 把这两个螺丝送掉 前后调整 然后再看这个光电 对吧 前后调整 调的这个数字 两个越靠近越好